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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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大家 如果把對於車的願望 清單列出來呢 我應該是超花心的那種 洋洋大灑一大堆啊 但是呢 這一大堆車中啊 我現在手上開這一台 BMW1910M3 它絕對是榜上有名的那一台啊 過去有人會說啊 既然到做夢 為什麼 做夢不做大一點呢 願望清單當然是講一些 那種不太可能發生的車嘛 它叫願望清單 確實啦 睡一覺夢裡什麼都有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覺得1910M3 這台車對我來講 在這個即將 跨入純電世代的這個moment呢 真的是很有魅力 而且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一台車 因為畢竟BMW 它應該是再也不太可能 去把一顆自然進氣的引擎 重新放到三系列的房車上面 更不用說 這是一顆V84.0NA自然進氣的引擎 而且還有的420匹馬力 配上後輪驅動配置 真的是太開心了 這台車 我先駕駛座視野看出去呢 我的引擎蓋其實凸了一大塊 看上去真的是超戰鬥超兇猛 好愛這個視角 V8感動喔 最終回 那這引擎蓋下方呢 是一個原廠代號S65 V40的V8自然進氣引擎 如果是BMW的車迷 大概聽到S開頭代號引擎 應該都超興奮超開心 因為這是駿港M-POWER在用的引擎 然後我剛剛在高架道路開的時候 覺得這台車 天啊它的氣也太長了吧 都不用換檔嗎 怎麼可以轉速一直拖一直拖 後來我瞄一下它的表底 它的表底轉速是在9000轉啊 而且這台車最大馬力420幾次落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它落在8300轉啊 天啊 我自己的車表底轉速 什麼8300轉都不知道 它是最大馬力落在8300轉 太High太硬派喔這個數字 我覺得開一台自然進氣大馬力的車 跟開一台新世代的渦輪車 真的是非常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現在新的渦輪車雖然很快 然後它只能增壓時一來就彈出去那種感覺 可是大排量的NA車 它真的給你的感覺是 好像車頭有一個野獸一樣 它一直在拖著你往前跑 拖著你往前跑 那感覺真的是 你要想辦法馴服它啊 其實我常常覺得坐進一台車的車內 就好像你走進一個表演空間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表演好不好看 站不站嗨不嗨的關鍵原因 就是在於你後方DJ啦 那就是你的排氣管聲音 現在1910M3呢 請車局改了一個 要價不菲的台灣之光IPE的排氣管 這個聲浪真的是 有夠銷魂啊 太好聽了 我真的覺得這車的音響可以拔掉 我這聲音 完全聽這聲音就飽了 這排氣管真的太讚了喔 完全把V8NA的聲音給做出來 不過唯一想要挑貼一點就是 這台車它的IPE排氣管其實是有閥門的 當這台車閥門全開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你今天開的是一台 四門的1910M3 我相信BMW當初在設計這台M3的時候 它一定是有考量到它的一些實用性 因為畢竟它再怎樣它還是一個 房車車格的設定喔 所以你看它的MDCT變速箱 其實也給你有非常多段模式可以調整 讓你不用時時刻刻 就處在一個戰鬥狀態喔 而且更不用說M卡帶配備的快捷鍵喔 跟你去一鍵切換戰鬥模式 跟日常開車的模式 所以呢我覺得 1910M3還是 保有一點實用性 比較好一點 那個發門啊 平常還是 不要亂開後座會比較舒服喔 欸欸 吹吹吹 吹吹 錯了 比喊一聲的時候才2000轉 你2500左右 才2500左右 對 才跑149公里就一半桶了 懷疑嗎 我跟你講 如果買這台車 你順便連中油股票一起買一買 直接當股東了 好 愛了嗎 愛啊 手藥輸在後面喔 後座是給 通常比較多是給那個 長輩 長輩啊 你看 載老婆載小孩啊 我以為是說為了體貼長輩 就是快到長輩家樓下的時候 長輩就知道要下來 這樣 喔 這樣 好像也有道理 或是還在前面走 他不知道你來的 他一定要排出來 對 那比起192 M3呢 我自己真的是 更喜歡1914門的版本 多了一些喔 真的不是因為說 欸我今天開1910年3歲的話 說到好話 真的不是這樣 因為一方面是 我自己更喜歡 羊皮狼的感覺一點 雖然說這隻狼 有點扮得不怎麼像羊喔 因為你看它的 四個輪弧啊 都有爆歸非常明顯啊 加上 它引擎蓋 直接給你拖了一大塊 所以日本上是藏不住啦 但是呢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在BMW正式將 M3跟M4分家之前啊 其實四門M3 也就只有在136跟1910 這兩個世代中有出現了 所以呢 過去我對於四門M3的印象 一直就是 好像稀有度高一點啊 然後比較特別一點 少見一點 而且在這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當年啊 92M3 在總代理新車 是比90M3 還要再貴上一些喔 但是後來隨著時間 推移來到二手市場 那反倒是因為物以稀為貴呢 所以四門的90M3 它在市場上價格 反而比92M3 還要再好上一些喔 還沒開始ROMA 好啊 你說對焦對焦 對焦啊 你這樣嗎 你這樣摘你 OK OKOK OKOK 沒有吧 跟你講 這個就是很gan的一件事情 你看 小明買飲料都要放那邊 不對吧 只要有地方放嘛 所以如果你 我們等一下去買很多外景 好 你放進去 不要太熱了 就去買兩面好了 三次發表會 然後再來 哦 這個畫面 舊的捏 看你啊 現在你是現任編輯耶 要指導一下 怎麼放車比較好 今天回去要上稿喔 不要上稿不要上稿 XX91 你不是說稿量現在很驚人嗎 你就湊一天嘛 三系特別企劃啊 沒有新聞自己做新聞嘛 我的車又是新聞啊 四六 就有多少東西 快要比買的錢還會多 那三六組組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買車的錢根本不算數 我們去洗車的時候 CX3都在討論 他們改了什麼空力套件啊 然後出了什麼新東西 然後最近裝了什麼新東西 我們永遠是在討論 最近又修了什麼啊 你又想修什麼啊 我們都是在恢復原狀 預期你什麼時候要改車 但你不能預期你什麼時候要修車 欸你已經知道了 我都OK BeamerFans有什麼叫做 BeamerFans最難以取捨 就是 你從一三十開始 你真的好到九二啦 到九二就好了 這四代三零三六 四六九二 九十 你要選一代出來 你最愛最愛的 你會選哪一代 這可以開放式的回答 給Food Dance Motor的粉絲們 開放式的留言 他意思是說從四六開始就是走 汽車工業四六這個 邊單就開始走向 就開始圓潤了啊 啊在三六三零那個之前才是 方方正正方方正正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買三六 不會占有 你現在買的都是這種圓潤的車 欸不是嗎 這一集主角不是要講九十嗎 欸對齁 那還是要買一下九十 啊為什麼要講九十呢 因為九十就是一台 好爸爸的專車啊 是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講穗金 用什麼東西 啊不要講那麼用什麼 不要講那麼用什麼東西 四門M3現在就是比較少啊 現在 你現在真的是一個 三四十歲 然後成家立業 有小孩 就有家庭 你開 你開四門的M3 就是大大的方便 多好 你又可以帶老婆帶小孩 然後 要戰鬥的時候戰鬥 然後引擎蓋又突突的 好要不然 假設你一四六你要賣掉 換一下M4 你現在要講就是 你現在要講就是 你有嗎 講一個你為什麼成為三系列的M1 哇 你是要插水 這水很 這水很深欸 水很深就對了 這水很深 還沒游出來 對啊運動房車的代表嘛 然後 年輕人會覺得說 我就想要開邊那三 因為三五七五就是主管等級的 然後 七那就是老闆等級 優點是這樣 那三就是 三通常給我的形象就是 你會是一個team裡面最 最活躍的那個 出去打仗的那個人 衝最前面的那個 三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會 如此著迷 就有太 對我們來說 當然可以講出太多理由 但是 最最最最最 最我們都認同 的那一個 共通點是什麼 小米 這個真的太難 叉叉九一 這個真的太難 叉叉九一 說話 你今天不說出個好理由 今天你就不用回去上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睡 六缸引擎嘛 後區 後輪去動 阿今天有一個八缸你直接 八缸是個特例外嘛 你看 九零過後 到了F80也是回歸六缸 是 然後再來就是它 前後配裝五十五十 對 非常經典的一個字 你看現在車壇 能夠堅持這些 最根本元素的車很多 所以這是已經深刻印到人的心中的一些既定印象 好 放你去公司上班 給過給過 哈哈 好 那最後當然要提一下這台車的售價 這台車目前在民松汽車商行販售 然後它的價錢是 大約你準備個一百二十萬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那這台車好處呢 是它的大小波斯已經預防性的更換了 就是這顆V8引擎 通常它的波斯大概十萬公里左右都會 先預防性的做更換 然後加上 這台車的底盤阿 已經經過前車主的整理了 所以其實買這台車已經省下不少錢了 因為它真的是 處在一個非常好看的狀態耶 那當然啦 買這台車其實就像我前面講的 就是男人的夢想 女人的噩夢阿 你不要花點錢要有點愛喔 因為它真的不是一個太好養的東西 但我覺得在一個 即將步入純電世代的情況之下呢 去買一台絕版的V8NA後輪驅動的大馬力車款 我覺得這價錢實在是非常的划算喔 你要想同時騎的C63那時候 玩NA玩更大的AMG阿 它都已經宣布下一代C63 只剩下油電加上四缸渦輪了 所以真的是 光是買一個情懷我覺得就非常值得 那一樣如果你有任何買賣車的需求呢 歡迎資訊民鬆汽車上行詢問 其實小便也是我啊 也是我在管理啦 對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再次結帳 нас吧 可以 我們下支影片 。